哈囉小朋友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個狀況喔 他說王媽媽店裡有1000顆珠子 也就是說 全部的珠子總共有1000顆 然後呢他說綠色的珠子有350顆 紅色的珠子有250顆 那剩下來的就是黑色的珠子 所以呢他問我們 黑色的珠子呢有幾顆呢 那這個要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知道啊全部的珠子呢 就是綠色的珠子跟紅色的珠子還有黑色的珠子 我們首先呢可以拿全部的珠子呢先扣掉 350顆綠色的珠子 好那我們可以用直式呢來幫助我們計算 總共有1000顆珠子 扣掉 350顆 綠色的珠子 好我們來計算一下 0減0呢就是0 0減5不夠減耶那我們要退位 結果這邊也是0也沒有辦法退所以我們要從這個1 開始退 之後呢我們就得到了10 可是這個還是不夠啊所以呢我們再從這個10呢 退一位 他變成9 我們這邊就得到了10 那10減5呢就是5 前面呢只剩下9了 9減3 就是6 所以我們就得到啊 扣掉綠色的350顆珠子之後呢 我們剩下 650顆珠子 那這650顆珠子呢 有紅色的珠子也有黑色的珠子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 就是拿這650顆珠子呢 扣掉 250顆 紅色的珠子 那剩下來的 就是黑色的珠子有幾顆了 那一樣我們可以用 直式呢來幫助我們計算 首先呢 650顆珠子呢 我們拿去 扣掉 250顆 紅色的珠子 那最後呢 得到的就是黑色珠子有幾顆了 所以呢0減0呢是0 5減5呢是0 6減2呢是4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啊 黑色的珠子總共有 400顆 接下來呢我們把計算黑色珠子有幾顆的過程呢 用一個算式列出來喔 那我們就是全部呢總共有1000顆珠子 扣掉綠色的350顆 那再扣掉 紅色的250顆珠子 那剩下的是不是就是黑色的珠子啦 那我們要怎麼計算它呢 其實跟剛剛的算法是一樣的喔 來 我們一樣先算1000 減掉350 會得到650 我們就把它 寫下來 那減250呢我們還沒有計算 我們就繼續把它 抄下來 所以接下來啊我們就是計算 650 減掉250 我們一樣呢 會得到黑色的珠子 總共有400顆喔 小朋友這樣會了嗎 我們是個數目的 然後使用剛剛是一個好看的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 會不會被捕的 就可以了 製造型 libraries 還有甚麼